祝我我愿奉献我一生 只求一生为一路 弟兄姐妹们平安 让我们继续一同来查考加拉泰书 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加拉泰书第五章13到26节 在加拉泰书第五章的后半段 保罗他继续说明圣经对真基督徒行为的要求 不过呢 首先呢 保罗他就说明了基督徒的自由和放纵 背后这是灵界征战的这样的一个本质 在第十三节 保罗他继续自己关于自由的论述 他指出基督徒这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他们已经摆脱了律法对自己良心的束缚 他们可以重新开始做一个完全的人 但是 这样的自由呢 这是一种身份的改变 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这样的自由并不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的放纵的自由 保罗这样说 弟兄们 你们蒙昭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一个获得了赦免 得到了心灵自由的人 很容易因为自己已经摆脱了律法的束缚 可以重新开始 受这样心态的影响呢 就陷入一个随心所欲的生活中 就像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 既然基督徒是新道的人 我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 既然圣经说 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 那么我们就是可以随寻所欲的生活了 在过去的时候 当我们在律法的管理之下的时候 的确律法给人带来很大的束缚 让我们每天战战兢兢的生活 好像是成为律法的奴隶 但是毋庸置疑啊 律法对人的威慑作用呢 也是非常明显的 人不敢放肆 因为人知道自己 时刻都要面对着律法的审判和惩罚 但是现在呢 律法不再是威慑了 人就很有可能 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行事了 人的本性是什么呢 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 利己是人最本质的思想 所以一个错误的理解了 自由和律法作用的人呢 他就会放纵的生活 在基督徒的群体中 最典型的表现呢 在保罗的笔下呢 就是相咬相吞 也就是互相攻击 伤害破坏对方 那么在更广阔的 这种群体范围中 就会表现为呀 毫无爱心的剥削别人的自由 在这一段经文中呢 保罗详细的为我们描述了 毫无爱心的剥削别人的自由 还有在教会中相咬相吞 这样的情景 十九到二十一节 他这样说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邪当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争敬 忌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焰等等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在下一次的查经中 我们会详细分析 保罗所列出的这种种的行为 我们今天呢 就简单的来看一看 保罗说的这些现象 我们会发现呢 所有的这些行为 这些表现 背后呢 都是人对自己自由的放纵 比如说 嫉妒 恼恨 看见别人好 心里呢 会有不平 这就会产生 嫉妒和仇恨 在教会的群体之中 自己的意见 没有被采纳 就会争敬 恼怒 结党 纷争 如果我们客观的 看待这个事实 人在心中产生错误 或者负面的情绪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 我们谁都不是圣人 但是怎样去面对 这些负面的情绪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了 从属灵的层面来讲 如果放纵自己 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 就是反正我已经得救了 怎么高兴呢 我就怎么去做 或者说 我是一个得救的人 我这样做 也不会有什么后果 反正我终于会上天堂 这样呢 人就会没有畏惧之心的选择 随心随意的去伤害别人 就会出现呢 这些相咬相吞 或者呢 破坏了别人的自由 这样的行为 保罗在这里说明 一个得到真正自由的人 他绝对不会被这种堕落的人性 所左右 他不会呢 扭曲自己 然后呢 去伤害别人 相反呢 他对周围的人会充满爱 而爱的表现呢 就是互相服侍 这样的人呢 他们和别人相处的基本原则 是建设性的 什么叫做建设性呢 就是努力成全别人 成就别人 因为爱是服侍人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在保罗的要求里面 我们基督徒 不但没有自由去忽视 忽略 虐待我们的邻舍 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命令 就是我们要去爱他们 切实的用心去服侍他们 我们不能把身边的人 当作利己的工具 而是要敬重他们 他们是人 然后呢 我们就努力的去服侍他们 我们甚至要因为爱心的缘故 我们互相做奴仆 保罗在这里强调 彼此相爱 就成全了律法 在第十四节 他这样说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句话之内了 所以当保罗讲到 我们有脱离了律法的自由 这实际是在说明 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基督徒的自由 是离开罪的自由 而不是犯罪的自由 这种自由 让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 让我们可以无拘无束的 去亲近神 但是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自由 绝不是毫无节制的 按照自己的喜好 我们去为所欲为 事实上 放纵呢 根本就不是自由 而是另外一种捆绑 叫人成为 堕落的欲望的奴隶 的确 神接纳我们 不在乎我们是否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 他单单的在乎 我们是不是相信 那一位替我们担当了律法咒诅的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呢 神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废掉律法 在保罗的笔下 自由也好 彼此相爱 互相成全也好 他所指向的目标呢 都是律法 律法对我们的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呢 永远存在 所以基督徒应该明确了解自由和律法的关系 不要陷入盲目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陷阱 保罗强调啊 我们是按照肉体的欲望 随心随意的生活 还是在一个获得新的自由的身份里边 我们可以谨守律法 努力的活出彼此相爱 互相成全的生活 这样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挣扎 背后呢 是我们顺应肉体 还是顺应圣灵的问题 在16到17节他这样说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使徒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小看了 我们已经得救的身份 基督徒是拥有圣灵的人 24节他讲 我们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换一句话说呢 我们已经全面的拒绝了 本身的低劣的本性 来控制我们自己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有了 这样新的身份 魔鬼就会给我们更多的搅扰 他就是让我们去取解自由的意义 让我们呢 去忘记了律法 这就是魔鬼的轨迹 所以当每次我们经历这样的挣扎的时刻 我们要知道呢 自己正在经历一场属灵的征战 而我们依靠的呢 也只有圣灵的力量 因为从本质上说 这根本就是魔鬼和圣灵的征战 当然从另外的角度来说 我们自己如何选择 这也说明了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顺应圣灵的 就是属于神的 如果我们是顺应肉体的情欲的 我们就是属于魔鬼的 经文到了这里呢 会让我们有一点胆战心惊 因为我们会经常经历这种内心的挣扎 我们会在肉体的邪行私欲 和神的要求之间呢 不断的摇摆 所以我们基督徒面临的挑战很大 但是呢 我们也不用惊慌 使徒保罗呢 他就给我们揭示了另外的一个神的保证 十八节说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再律法以下 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呢 如果我们真的顺应圣灵的带领 那么我们就会符合律法的要求 当我们顺应圣灵的带领的时候 律法就不会让我们再感觉到 那是一种束缚 而是一种我们自己生命成熟 或者呢 我们得胜的见证和记号 十八节用到一个词 叫做被圣灵引导 这和十六节的靠圣灵行事 和二十五节的行在圣灵里 这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在描写 圣灵在前面引导 人在后面行走跟随 这样的一个情景 那这样的情景呢 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 牧人赶着牛羊 他规划牛羊的道路 当牛羊走错了 他就把他校正回来 当他迷路了 或者没有力量走了 他就给他指明道路 并且呢 去帮助他 督促他 向前走 那么另外一个意象呢 就像是一艘帆船 他在水面上 被风推动着 向前行 在今天 圣灵就像当年 在旷野 带领耶稣基督一样 他带领着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他带领我们 抵御魔鬼撒旦 他那种邪恶的力量 也带领我们呢 去抵御肉体的欲望 圣灵就像吹动 船帆的风 圣灵呢 也就像一个牧羊人 他不断的指引 我们正确的道路 他在我们里边 成就神圣的 属天的渴望 他给我们一种 温柔的催逼 要求人 顺服的 接受指示和管理 那么当我们人 有了对圣灵的顺服之后 我们就好像呢 是一个看穿了事情 全部奥秘的人 我们知道呢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最重要的呢 是我们知道了 什么是对我们自己 最有利的选择 我们会明白啊 律法 让我们感到那些 束缚和限制的东西呢 目的是对我们的 保护和指引 而不是限制我们 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这就好像一个 聪明的成年人 我们会知道呢 交通规则 看起来 这是一种束缚 是对人 自由自在行为的 一种约束 它限制了人 随心所欲 驾驶的快乐 但是作为一个 成熟的人 我们知道呢 这样的一个体系 它是一种对全体人 都公平的生活系统 它不会让 在这个系统中的人 轻易的受到别人的伤害 包括我们自己 当然也不会让我们轻易的去伤害别人 这对我们自己来讲 这是一种保护 因为我们知道 无论是我们去超速行驶 还是呢 我们随意的去闯红灯 这都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 最危险的试探和伤害 同样的道理 当一个基督徒 一个人 那么当这个人 他明白了这一切的时候 他就会心甘情愿的去遵守交通规则 他就不会认为呢 交通规则是令人恐惧的 冷冰冰的一个律法和规定 这个规定呢 对自己是一个束缚 明白这样的人呢 根本就不会尝试去挑战这些规则 所以对他来说 这个规则呢 就好像是不存在一样 同样的道理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顺服圣灵带领的基督徒 我们也不会去呢 尝试挑战律法 因为我们知道呢 律法它每一个规定呢 都会是对我们有利的 最终得利的呢 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在律法之下 我们按照律法去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体会到任何的束缚 这就是保罗在经文中说到 不在律法以下的含义 那么如果我们再继续的去探究 我们怎样才能去顺服圣灵的这个带领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 顺服圣灵的带领 和了解神的旨意 神的启示是分不开的 因为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之中 在我们遇到每个事的时候呢 圣灵 他大概率的呢 不会用一种超自然的形式 出现在我们面前 拦阻我们 或者呢 给我们新的指引 神的要求 神对我们的建议 就是他所有的启示 都已经在圣经里了 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 我们只有全面的了解圣灵的启示 我们才可能明白神整体的旨意 和对我们自己的心意 我们才能够看清楚世界和事情的全貌 我们也才能够心甘情愿的去顺服 这也是神为什么要赐下圣灵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呢 当耶稣基督 他带给人恩典之后 他依然强调啊 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他的目的不是去废除律法 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 体会到这种自由身份的基督徒 在保罗的比喻里边呢 我们就好像是那个曾经在管家的管理之下的孩子 我们终于长大了 我们需要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 面对我们自己内心各样的欲望 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但是呢 并不是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 这个孩子虽然是自由独立 成了继承者 但是仍然要为自己错误的选择付出代价 所以 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自由的基督徒 最需要操练的 就是自己对圣灵的顺服 而这样操练的开始 就是对神律法的熟悉 这就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 当他去开始论述 自由的身份 对我们基督徒有哪些行为上的要求之前 他从道理上给我们的解释 下一次呢 我们就具体的分析 保罗在行为上对我们的要求 好 今天这段经文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愿上帝祝福大家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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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